要有好肌力 全身运动走路 可以好好稳定的走路 其实这个肌肉量 肌力真的好重要 不然的话你没有力 根本你就走不动 所以一开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我们跟观众朋友 大家一起先来检视一下 你是属于弱鸡翼竹吗 看一下 包括平地走路缓慢 手部握力下降 行动力不变 反复跌倒 小腿太细 好准备好了吗 你们中了几项 好来现场我先问一下 我们年龄最支撑的阿嬷 其实我刚刚看了下 我好像只有第一项 一小部分 一点点 我走路稍微慢一点 就跟年轻的时候比 好来我先来问美丽的 我们的护理师 你中了几项 我比阿嬷多一项 多一项 我比阿嬷年轻 我是第二个 就是手部握力会开始下降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 小腿太细了 其实小腿太细不是很好吗 不要太细 好那博士 王博士你中几项 好其实我不能说落鸡了 我是强鸡一组 大家看一下我的鸡肉量 其实都还蛮充足的 尤其小腿的量也蛮够 好为什么人家怎么顾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你们什么队友 对这我们打网球的球友 你看我们其实每天 我们大概一个礼拜 最起码打三次以上的网球 那每次大概 那每次大概 然后每次大概都会打三场到两 两场到三场 那一场的话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大概一天的运动 都大概会在一个小时左右 哇 这是高度的 所以这是很标准吧 对 所以才可以有这种型男的样子 重点不是这一群型男而已 我们看一下隔壁的这个 我们可能要给他打马赛克 这是一般的同学是吗 是是是我们同学和一些朋友 你看大家聚餐的时候 生日的时候都会庆生 我们一拍下去 就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保养的 你有没有保养的 来来来大家再看一遍 对不对 大哥 结实的 大叔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巴豆啊 那个肚子每个都圆滚滚的耶 对 那刚刚讲到说肚子变大 其实也是肌肉 反而是肌肉量不是很好啊 对真的 其实你肚子当然存记的都是脂肪 那其实脂肪 你要形成肌肉的状况的话 其实还是要 第二就是你靠营养的一个选择非常重要 大概就是要四度的运动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讲说有些运动 有些人运动 其实运动也运动错了 因为很多人 就想我去运动啊 要把这个脂肪把它量减少啊 把它的热量代谢掉啊 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 你单单去把这些热量代谢掉 把脂肪消除掉 如果你没有去补充能够生成肌肉的营养素 那你肌肉还是长不起来啊 对 了解 好 那今天能博士不偿诗 刚刚讲说 它是怎么锻炼体魄 除了你那个打网球对我们来讲 我们知道要运动了 那你说打网球运动的时候 还要给它砖块 补砖块 要怎么补 来教我们一下 我每天都会一包的秘方 这个秘方呢 这个秘方里面就是 满满的什么 满满的蛋白质 满满的这些 矿物质维生素 还有我们的纤维素 包含就里面还有 多种的子化素都在这一包里面 你打网球后 你就拿一个水壶 对不对 对 我就拿一个水壶 然后我就会 把它大概500cc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把它打开 你看这 秘方非常的好融结 你看 所以里面也要去 好快哦 对 它里面是非常多的这些 乳清蛋白 还有大豆蛋白 大豆分离蛋白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子化素 矿物质维生素 都在这里面 那我们就是用一包 你看 只要把它摇一摇 摇一摇就好了 这样就会溶结了 都不用再 不用再用什么 用冷水 你看全部都溶结好了 冷水吗 非常非常的方便 温水 这是用温水 温水就可以了 温水就可以了 好来 看完博士的运动养鸡配方之后 马上请教阿嬷 你刚刚呢 其实还算蛮不错 只有走路稍微比年轻的时候 慢一点点 你自己都要怎么补充 你的蛋白质 你的砖块哪里来 其实我蛮爱吃肉的 我不太吃蔬菜 但是我也吃鸡蛋 可是我吃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我有个担心 就是我胆固醇蛮高的 所以它的蛋白质 不能靠补鸡蛋这件事 因为这样会影响 它胆固醇会越来越高 对啊 所以我们讲的 你胆固醇多的东西 尽量就要少吃 刚刚刚讲我们鸡蛋也是 刚刚说一些海鲜类的 这是一些内脏类的 都尽量不要吃 那我们讲的就是要多补充 我们有五大营养素 哪五大营养素 就是我们讲的 蛋白质 矿物质 维生素 还有我们的糖类 我们的脂肪 你的糖类脂肪也要少吃 所以最好补充就是 我们的蛋白质跟矿物质 维生素 所以阿嬷刚刚其实它也算OK 因为你说你有补充 一般的这个营养素 不过就是博士桌上那种 大罐的是吗 对 大罐的不是比较好吗 系带不方便 我刚刚讲的 我不可能把这一大瓶 带去求偿 而且你这种 不只说系带方便 开开关关的时候 容易氧化 容易炒解 结块 那品质就会不好了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 还是用小包装的 是比较方便 品质也比较安全 好 那我们这边也请教 我们的黄护理师 这样一包里面 就是说可能市售 也有一些定状或胶囊 那还有像刚刚那个大罐的 那像这样一包 小小一包 到底帮我们补充了 哪些营养素 我跟你讲 它这一包当中 刚刚博士有提到就是 我们必须要养肌力 对 那肌力当中呢 其实它必须要靠一些 所谓的乳清蛋白 是 还有我们所谓的 来自于大豆的蛋白 这是非常好的 那同时呢 我一边倒给大家看 好 来 那同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肌力养了之后 是不是要有体能 那体能 我们刚刚如果说 以阿嬷来讲 她又不能吃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脂肪的东西的话 对 它里面还有 有所谓的中性脂肪 这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脂肪 大家透过画面 有没有看到 我们都还没搅拌 我们现在 蛮快就溶解了 那这里面这样子 有多少的营养素 30种 而且你发现 它溶解速度很快 它对于消化吸收不好的人 帮助很大 对 所以分子小就比较好吸收 对 这样子我都会想到 赶快给我妈妈补充一下 真的 因为真的年长者 其实现在年轻人 也都要大量补充优质蛋白质 对 好 马上给阿嬷福利了 阿嬷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马上靠了 你看一下 对 你看 我去做研究 发现了说 这一包里面 真的有满满 30几种的营养成分 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 你看里面有什么 大豆分离蛋白 这样满满的 一碗的大豆 都是我们这里面的成分 你手上拿的这个大豆 大豆 就是一个大豆 然后再你看 我们还有什么 满满的一杯牛奶 在这里 那同时里面还有加了 非常多的这种植化素 跟我们的纤维素 那植化素 大家知道说 现在目前对于抗氧化 抗一些比较 人体比较大的问题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还有什么 我们有一些 这些好的纤维素 那纤维素的话 也是存在所有的蔬菜水果里面 所以五行 蔬菜 五行 水果 这些好的成分 都在这满满的一包 30几种的成分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 我们讲的 你白天的营养成分都补足了 阿嬷 等一下 你看一下 不是 你手上拿一包 是 然后还有那一盘 阿嬷 你看清楚了 你现在要喝什么东西进去 你的意思是 我这一杯里头就包含 这么多的成分 没错 我一定要喝 赶快 重点是 还是要好喝这件事 是基本的 对 不然东西再好喝不了 这个也没办法了 我们来形容一下 口感是怎么样 我觉得它就很温柔 很顺的那种 给你下下去了 你会拥有香草的味道 很受欢迎 淡淡的香草 味道又不会那种很浓 有些东西很浓 它不会 所以我会继续喝 好 给你慢慢享受 不过原来增肌补力 增强我们的行动力 是这么的简单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广告后马上回来 腿力等于健康力 两位男女激励大对决 究竟谁会获胜呢 好 眼神很凶狠 可是究竟谁的激励 是比较健康的 来 准备好了 就开始量了 可以了 我们也请观众朋友 把你的食指 你的两只手 要记得后面 对 量起来 你看前面后面拇指要能够对 我更远了 所以我们的护理师 你的脚好漂亮 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全部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我没有空隙 太细了 太细了 所以太细交挖咖不是好事情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 也打破大家的迷思 我们也请我们的来宾来入位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借由刚刚一个简单的测试 我们是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肌肉的流失 其实看我们的小腿就知道 好 刚刚王博士 他就是 其实他反而是胜利指围 虽然他腿比较粗 可是这个 是健康的脚 因为他的手指头扣起来 他的指围是大于 他的小腿围 所以合不起来 那刚刚我们的护理师 他反而是 他是这个 小 小于指围了 对啊 所以如果你等于算是勉强及格 所以大家就是怎么样 把你的食指 大拇指这样子 然后量你的腿围 没错 对不对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那比较精准的话 就是说现在目前已经 很多研究发现 你只要50岁以上 男生只要你的腿围 腿围小于34公分 然后女生小于32公分 那你在未来发生 肌扫症的几率 就会高达70% 所以 70% 对那什么叫肌扫症 肌扫症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他关节没有问题 但他可能走了5分钟 走不下去了 没力了 那甚至有些人怎样走到一半腿会软 那甚至有这会造成什么 就是有些人会缩腰 会有驼背 然后肌肉量越来越少 那这个有些是 比较严重一点 可能就是要坐轮椅 对现在研究 已经很多研究证实 就是说你的小腿的肌肉 跟你的寿命是成正比的 如果你肌肉量越多 你的肌肉的一个比例是越高的 你的寿命也会越长 这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肌肉不断在流失 那流失完之后 你的吸收率又会下降 那吸收率不好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补 你一直在流失你本身的肌肉 那就跟我们的寿命 就会有很大的相关性了 真的每天要补充蛋白质这件事 是不是说会因为老中轻 不同的年龄层 要补充的速度 还有那个量 是不是不一样呢 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运动就记得说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补充的量就要更多 像我们自己本身在运动完之后 我一定会怎么样 每天运动完马上泡两包 不要两包 来补充我们什么 补充我们满满的蛋白质 来我们看一下一次两包 很多年轻人会怎么样 会去做健身房运动啊 然后去跑步啊路跑啊 那重训啊 那记得一定要运动完之后 一定要怎么样 马上就泡两包 好而且这里面不止蛋白质 刚刚讲说 里面还有满满的哪些生食种呢 一些植化素 还有我们的中性脂肪酸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纤维素 那还有我们的矿物质维生素 都在这样满满一包里面 那你只要运动完补充这两大包 把肌肉量补回来 同时让你能够生成更多的肌肉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这个是属于运动型的 那如果说像一般啊 一般人或中壮年 或者是老年人 这个刚刚讲说量啦 还有这个频率次数 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护理师这边怎么建议呢 我会建议大家 因为老人家 他毕竟他的那个营养 还有所谓的肌肉流失量 都会比较多 所以呢吃法上面来讲的话 一天至少要吃到三次 那很简单喔 一样的喔 我们这样一整包 刚刚博士有提到 他给大家满满的 有乳清蛋白 然后呢大豆蛋白 还有所谓的 我们提到的中性脂肪 然后甚至于呢 还有一些 所谓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那你在做这个冲泡过程当中 如果每天这样喝 你觉得说 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呢 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你就加一些所谓的芝麻粉 帮助它口感的改变 没有 因为每天都要补 可是有时候我们希望 它的口感比较有层次 有丰富的变化 你可以来一点变化 就是加什么 黑芝麻粉 黑芝麻粉也可以 对 这是一种吃法 那另外还有一种吃法是呢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补充一些燕麦 对身体体是很好的 早餐会放一点燕麦啊 对 来这杯 吃法一样的 我们就是放一点点燕麦进去 这样饱足感又会更多一点 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 以这个使用的来讲的话 早餐一杯 那到了中午过后呢 如果说下午会有点饿的话呢 你也可以再吃一杯 那记得老人家呢 因为流失量比较多 你需要比较大量的 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的蛋白素的这些补充 你晚上呢 可以再喝一杯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我其实是在40岁 我就更年轻 然后所以刚刚大家一看到 好年轻耶 对 大家刚刚一看到我这个 所谓的这个诊断证明 每个人都吓到了 上面所有的这些症状 什么心悸啊 热潮轰啊 我是在40岁我就开始了 天哪 然后那个时候医生就提醒我 的确跟我讲说 你要开始补充一些 所谓的营养素啊 然后要多做运动 那我想说运动最快 对不对 你可以看我这一份资料 我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 健身教练帮我做的一个测试 在这一项骨骼肌的这个重量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它的标准值在这边 有一个叫做正常 有没有看到 正常 可是我的骨骼肌只有到19 这在隔年度过了半年的时间 我每天做运动对不对 来我们看到一样 刚刚的这一项的骨骼肌 在这上面这个地方 有进步吗 哎呦好慢哦 刚刚是不是19 然后我花了半年时间 才增加到20 也还没有进入到正常值 所以呢 我开始做了很大的改变 很简单 你就一次把两个需要的咖啡 提振我们的精神的 跟我们需要的满满呢 现在每个人 其实我现在几乎每个人 比例很高 每天都要先来一杯咖啡 所以喝咖啡的时候 他也跟他可以对位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找的这一杯咖啡呢 就变成营养咖啡吗 非常的棒 而且里面有30种的营养素哦 是不是你要的维生素 矿物质 植化素 还有乳清蛋白都加在这里头了 所以以中年来讲 像我现在迈入50岁 然后我因为也有被提醒 我有肌少症 我就是一天喝两次 帮助我自己在这个部分 加速他的一个补充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 很正确的观念 很多人就说 肌少症或者运动啊 可是今天刚博士 还有我们的护理师都在讲 不是只有运动 你就好像盖房子 你要有砖块 现在你没有补蛋白质 你没有砖块 你怎么盖房子 就是这个概念 我们要先有 真的对很多长辈来讲 你如果说我要补充蛋白质 又刚刚说还要补什么 30种油还是什么 母亲蛋白 中性脂肪 还有包括了维生素跟矿物质 里面还有满满的膳食纤维 我可能那个什么维他命C 什么冬一把 冬一把 我要喝 我要补好多 可是现在是领下一口就补这么多 所以喝几口就把该补充的全部都 进到肚子里头去了 最重要是它是奶素的 它是奶素 一大福音 那最重要就是 尤其我看到 现在它在补这个奶素的过程 我就会第一个想到我妈妈 因为老人家如果有时候 这个补充不到蛋白质 或很多的营养素缺乏 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大概三个月前 然后我妈打完疫苗之后 在医院就三进三出 那也腹部开刀 而且身体非常虚弱 大概什么都吃不下 所以那时候博士你是 最后来我们 就是真的也没有办法 就只能够用这个产品 然后冲泡 冲泡给它 然后就直接我们用三餐管罐的方式 直接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用水冲泡 冲泡完之后用罐的 然后罐完之后 其实刚开始它也是都不吃 可是后来慢慢的 它觉得这东西口味也好 然后再慢慢就比较有食欲了 可是我很好奇 就是说那既然已经吃不下 一定会怕营养不均衡 对 那所以这样子博士现在这样子一杯 这样冲泡的时候给妈妈喝 所以等于是说帮它也一起照顾到 其实它这个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因为它可以让它在这衣包当中 摄取到30种的营养素 你看我们一定要碳水化合物 才会有能量 那脂肪是帮你把所谓的体力拉上来 蛋白质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 就是它怕它的肌肉会流失 会没有体能 那纤维素要帮助它的蠕动 那帮你看其他的维生素 矿物质 植化素 这些都是要让它的体能 生理机能要越来越健康 哇 所以等于是博士你桌上那一盘 对 你看喔 我们看一下 对 满满的这一盘喔 它只要在这一杯当中 那老人家每次给它 每天给它喝三杯 它就可以补出它一天所有的营养所需 好 现在也要来恭喜一下博士 在博士这个孝心细心的照顾下 所以妈妈现在 就是不到 出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都可以走路了 然后也不用拐杖 也不用坐轮椅了 哇 对 它的速度很快耶 对啊 好感动 好感恩喔 好 所以除了这样子呢 比较急性重度的 一定要补充优质蛋白的朋友之外 其实我发现所有的人都要补耶 老人家 如果你在减肥的 或者是关节有退化的人 甚至在发育起成长的小朋友 孕妇 或者是在喂母奶 甚至如果说 她是手术后在做疗养的人 通通都要补充 对啊 所以全部都要补完 因为蛋白质就是我们的什么 砖块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蛋白质 才能把我们的肌肉 顾好它的根本 是 好 所以阿嬷你不用客气 今天你不用吃的 快点快点 快点滚下去 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要补好 非常重要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像几少症的 还有我刚刚讲说成长发育 对 孕妇啦 还有包括在喂母奶的人 甚至于如果说 她真的是大病过后的人 都要靠她来做 才有那个养分可以 而且一次补30种 非常地坏复 真的是很有效率 对 对 好 很好 那我不得停下来 又快点滚了 真的又好喝又好吃 对 而且很方便